字幕志愿者 李渔光 李渔光 每个人其实不是一个孤独 我想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我们常常跟不同的人互动 但跟人互动的情况下 亦可能有很多问题出现了 例如有时吃饭的时候 可能去到埋单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人都静下来 等待谁拿包出来埋单 因为很多香港人都怕吃虧 怕我今天付钱之后 朋友就不给我 亦有些情况可能就是 今天我叫了一个套餐 套餐可能是100元 但问题是你可能叫套餐是150元 又怕如果是用AA制 还是均分 我想我们日常都会遇到很多 和朋友和家人 遇到很多金钱上的问题 最近我在书局里面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该他们附障了霸》 看完之后 原来书里面有101个情景 是我们日常都会很容易遇到的情况 我举例你身边有个家人 他提议你买某只股票 但问题是赚了钱 然后他跟你说 你靠我的提示 你这个股票赚了钱 你应该分一些给我 你可以理直气壮 和那个人去说 如果虧了的话 是不是你会给我 书里面也说过 有些情况 如果身边问人 有些朋友问你借钱 你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我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的立场和这本书都很相似 如果我借出去的话 我打算是不会收回来的 这个熟朋友 你追他又不是 不追他又不是 不过最生气的 有时看到他借钱之后 不得还不得 久而久之看到他身上 添了一些名牌 新的电换 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找了笨 但书里面也教你一些追讨的方法 理直气壮 帮你自己追讨这些钱的方法 我觉得这本书 也有很多点子 帮我们 尤其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不要被人找笨